这个Rise bed 小Rise bed 种了4棵的西红丝 5月21号 威格路亚地之前种下的 它 种的现在是接近两个星期了 长得很快已经开花了 那么在这个西红丝呢 这个是TOMATO ON THE ONE 就是有子三起 我是从商店里面买的 然后把种子留着 那么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 你要做一些 工作 首先呢大家看到 从这两个主枝 主枝和它的另外一个叶子间呢 又长出了一个 小枝 这个叫呢 它的Sucker 就是侧枝 最好呢给打掉 因为呢你主要要让它 这个主枝呢 往上涨 然后呢开花 把能量集中在上面 这个也是 不要弄错了 就是叶芽 我这样给大家看一下 比较清楚一些 两个 对 在这比较清楚了 在组组织 和这个侧叶 这个叶子 之间呢 又长出了一个的侧子 它们叫Sucker 一撑一拨 就可以拨掉了 最好就可以打掉 让能量呢 供用它 主要这个组织 因为这个 组织上是长这个 熊四的 虽然Sucker它也可以结 但是大家知道 熊四呢 它会长得很大 你这个Sucker很多了呢 分散这个能量 营养 熊四也长不 长不大的 特别是爬 长高的熊四 就是说叫做 Indeterminate Indeterminate熊四就是说 它不但地长 不但地熟 不但地长 就是一直到你秋天 那么Determinate熊四呢 是它一起长 长好了以后呢 一起熟 就是 要收获一次的 一般商业种植呢 就种植 Determinate 因为它们要收呢 不可能说丝 那今天收一个两个 明天收一个两个 它们就要收获的季节 一起收 要一起上市场 这个呢就是Indeterminate 所以呢 你要给它测试打掉的 不但测试要打掉 熊四呢 底下那个叶子呢 就是说 当熊四长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呢 它底下的叶子 那也要给它掐掉 为什么这样呢 大家知道 看我都给它掐掉 就是熊四 啊 它呢也容易得 啊 就是白粉病的 啊 需要脱风 比较好 而熊四呢 又长得比较大 啊 底下的叶子多了呢 啊 特别是每刻之间 就会把这个空间给遮住 啊 容易造成啊 生病 啊 这样靠底下的叶子呢 也可以打掉 啊 再第三一点呢 就是大家看到 这开的花 那么现在呢 六月份的时候 天还是比较冷 啊 密封啊 困虫很少 啊 收粉也比较少 那么实际上你呢 就是可以用手指头 这样这样抖 对 轻轻的去抖 或者是摇摇西红四啊 这样呢 就用手指打一打 这样它的花粉呢 就会 啊 后上就会啊 掉下来啊 进行收粉 啊 西红四就可以这样收粉的啊 可以这样收粉的 用手指头这样剥 这样呢 就可以收粉率比较高啊 啊 这样呢就是 这次呢 啊 讲一讲这个西红四 三个啊 在你种好了以后 还要做的几个事情啊 一个是打厕枝 第二呢 底部的叶子给打掉 第三呢 可以啊 收粉呢 抖动它的啊 这个花子 这个花枝 进行收粉啊 可以做一些工作 好 谢谢你收看 拜拜